话说现在坐高铁有没有人嫌弃慢 如果有人嫌弃慢的话别急 因为马上我们就能体验到视野全黑的急行模式了 近日中国一项能实现时速1000公里的高速飞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赶紧跟上小编的节目让我们来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8月4日 据山西省大同事杨高县高速飞车实验基地消息显示 日前由山西省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建设的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服交通系统 全尺寸实验线一期项目完成低真空环境下系统集成演示验证实验 同时还通过了山西省科技厅现场测试检查 这标志着该项目具备了验收的条件 据介绍 本次实验采用了超导航行器 项目团队在全场两公里管线内完成低真空环境建立后 超导航行器起航 按照预定控制区信受控航行 稳定悬浮并安全停止 最大航行速度和悬浮高度符合预设值 各系统工作正常 实测航器与理论区信一致性好 实验取得成功 这也是全球载舰距离最长 规模最大的全尺寸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服交通系统实验线 飞车并非故弄玄虚 它融合了航空航天技术和地面轨道交通技术 目标是实现轨道列车的超高速近地飞行 高速飞车建成后 未来可用于超大城市群之间的交通运输 设计时速达1000公里 届时北京到上海一个半小时即可抵达 那么这列高速飞车除了快 还有什么作用呢 小编认为至少还有五大作用 作用之一 军民两用 该项目牵头单位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而不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说明该项目主要是航天发射用 其次才是高速飞车用 可谓是一举两得 作用之二 二期各自公关分头发展 实验线建设分近中远目标段分布实施 其中一期样板舱工程线路全长2000米 据高速飞车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实验实现了全尺寸 高速飞车系统 低震空环境下全系统 全流程 全要素的超导悬浮航行 本次实验进一步提升了系统整体技术成熟度 为后续开展高速飞车实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这是高速飞车部分 而电磁航天发射部分 下一步的二期工程应该是建设轨道更长 速度更高的航天发射专用轨道 作用之三 反常低调 内有秘密 高速飞车从2022年4月就已开工建设 一直秘而不宣 这次是首次公开报道 小编找遍全网 都没有低震空管道和电磁轨道内部照片 没有高速飞车内部照片 更没有视频 说明许多东西都需要保密 不宜公开 里面有太多的中国先进电磁弹射的秘密 这也从侧面说明居民两用 航天为主的可能性很大 作用之四 选址阳高 多重考量 大同阳高线位于山西东北部 选址阳高线既有建设巨型电磁弹射航天轨道 东高西低的山市条件 还有太原航天发射基地的配套便利条件 和电力大省的柔余电力 又有废弃的地下煤矿 可用作大型电磁轨道的地下部分 作用之五 电磁动力 潜力无限 在今年3月18日香港亚洲时报称 中国的目标是使用巨大的电磁轨道发射装置 将腾云空天飞机等航天器加速到1.6马赫后 再与轨道分离 然后点燃发动机 以7倍音速进入近地轨道 一期工程的成功 说明中国建设大型电磁弹射动力装置成功了一半 这种电磁技术路线非常好 而且中国技术遥遥领先 这将是航天发射的终极动力 现在中国不仅有电磁枪 电磁炮 而且还有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 和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 076舰 电磁动力拥有无限潜能 此外 在国际领域 该实验线项目已取得多项成果 实现了多个首次 国内首次全尺寸 全流程的集成实验 首次构建面向工程化应用的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统的研制及工程体系 首次提出解决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统力学 动力学问题等基础科学理论 在科技赋能之下 高速飞车实现了从浮起来到动起来 但是在真正跑起来之前 还需要在实验线上通过开展全线路综合演示实验 完成全尺寸系统偶合集成验证等实现打速测验 确保高速飞车安全上路 高速行驶 平稳运行 这也正是高速飞车大同实验线工程的意义所在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觉得这种交通工具居然能开这么快 那一定非常危险 实际上并非如此 要知道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的速度都是每秒钟七八公里 比这种超级高铁还要快 不也是很安全吗 所以速度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影响行驶的不安全因素 只要将危险因素消除 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如果比较起来 超级高铁的安全性在理论上 其实要比高铁飞机和汽车还要高一些的 这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因为高速飞车是在管道中行驶的 而且是磁悬浮式的 没有轮子 是浮在磁力轨道上滑行的 所以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有轨交通方式 这一点和高铁一样 它不会像汽车一样 不会乱跑 不会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 也不会像飞机一样远离航线 不会受到飞鸟 无人机 甚至其他飞机等飞行物的影响 由于速度太快 所以高速飞车的线路大都是直的 像一条直线一样 这不像如今的高铁 火车 高速公路等 有很多弯道 我们都知道 车辆在遇到弯道的时候 就得注意拐弯 并需要巧妙掌控车辆本身的平衡 必须很好地化解拐弯时候的受力不均才行 所以拐弯的时候出现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但是直线型管道交通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车辆只需要一直前行就可以 不用担心左右受力不均 那么行驶起来也就平稳多了 而且这种管道交通是全封闭的 不会受到自然界中风的干扰 不会像火车飞机汽车高铁一样担心强风的影响 露天行驶的交通工具都会受到风的干扰 特别是在强风天气中 车辆行驶也会变得不安全 新疆等地就出现过独自强风吹倒火车的现象 行驶中的高铁有八级大风时就要限速 十级就要停运 而开大卡车的朋友更是最怕遇到强风 因为那样会使车辆难以控制 甚至会将车辆吹倒 即便是飞机飞行在高空 也有可能因为气流出现上下或左右颠簸的情况 但高速飞车是运行在全封闭轨道中的 就不用担心会受到外界风速的影响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 是高速飞车行驶时管道中是真空的 或者里面只有气压极低的稀薄气体 里面没有空气 那么在这其中 行驶的车辆就更不会受到风的影响了 甚至连列车的前头都没有风阻 行驶起来更省力 既安全又既能 这正是全封闭管道市交通的好处 不好的一点就是很难在乘车欣赏外面的风景了 由于超级高铁都是磁悬浮的磁力 撑起车厢并驱动的 而磁悬浮的轨道又是平的 所以磁悬浮列车行进的时候 要比高铁乃至飞机都平稳的多 管道中又没有空气 不会受到风的干扰 所以车辆行驶时就连小规模的起伏都不会出现 比大家乘坐过的最平稳的汽车 火车 飞机等都更平稳 磁悬浮交通技术的好处不只体现在车辆平稳的方面 磁力驱动的列车 车辆连车轮都没有了 车厢在磁悬浮轨道上被磁力推动向前行进 那么它就不会像火车或高铁动车组那样 出现轮子与车轨间摩擦震荡的现象 那么车厢中的设备和机械部件 就不会因为震荡 出现松动 崩裂等异常情况 很显然 这会使得列车的安全性更高 使用寿命也更长 所以 至少从上面六个方面的特点来看 高速飞车等超级高铁交通运输系统 都是相比传统交通方式更安全 更稳定的 它虽然行进时速度非常快 但危险性更低 安全系数更高 未来 高速飞车将与高铁 飞机 共同组成全国立体交通干线网 对优化中国资源配置 改善地区经济不平衡 形成超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 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速1000千米的高速飞车 大家感受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